第76章 第二道防线 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 萧羽才将己方两艘飞船 靠近在了距离对方旗舰 不足一百公里的距离上 然后萧羽毫不犹豫地引爆了 两艘己方的世纪飞船 足足两百亿吨级的氢弹被引爆 立刻在爆炸中央 无穷无量的光和热散翻了出来 像是太空中忽然多出了两颗小太阳 这两艘世纪飞船 内部被直接气化 外部装甲则被撕裂化为碎片 然后这些碎片被这阵能量巨大的爆炸 直接加速到了接近二分之一光速的地步 这些碎片和无穷无量的光热 对周围飞船展开了无差别的攻击 萧羽看到那艘旗舰飞船 在这无可抗拒的距离之下 能量护照仅仅闪了一闪 就被整个撕裂 然后整艘飞船 像是被一张看不见的锯口所吞噬一般 直接被侵蚀掉了半边 另一边则轰然爆炸解体 在爆炸的中心200公里的范围之内 再也没有了任何一艘完整的飞船 因为之前飞船分布太过密集的缘故 这下爆炸毁灭了萧羽将近3000艘飞船 对方的飞船被毁灭了足足400多艘 这就是飞船密集分布的情况下 大飞船自爆的威力 不管怎么样 总算消灭掉了对方的起见 让他们无法再用处立场攻击了 萧羽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对方还剩下4000余艘船飞船 其中世纪飞船有4艘 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场覆盖这种 几乎变态的攻击手段 萧羽方面还剩下9000多艘飞船 数量比对方多 但是并没有世纪飞船 这9000多艘飞船 萧羽估计能消灭到对方1000多艘飞船 就算万幸了 毕竟科技的差距在那里板着 如果还在立场覆盖的情况之下 战斗的话 萧羽的这9000多艘飞船 最多只能毁灭到对方500艘飞船 可是萧羽不怕 因为在星系的内部 萧羽还有足足8万艘飞船 这还没有算各种武装卫星 太阳帆 小行星带中布置的各种武器 也就是说 就算以20艘飞船 换对方一艘飞船 最后胜利的 也一定会是萧羽 萧羽的心中 忽然充满了信心 这场战斗 必然会是我获得胜利 打退他们这一波攻击之后 我将获得充足的准备 以及逃跑时间 田园寺待不下去 大不了换一颗星球 我照样 还是可以继续发展科技 继续强大下去 其实大圣的萧羽 指挥着剩余的9000多艘飞船 继续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师徒在这9000多艘飞船 消耗完毕前 尽可能夺得 消耗对方的实力 在失去旗舰飞船之后 卢卡文明的舰队 出现了一点散乱的迹象 萧羽的心中 兴奋了起来 这是智慧文明生物舰队 所拥有的共同的弱点 那就是 必须在一个核心的指挥之下 所有的战力 才能完全地发挥出来 如果失去了这个核心 那整支舰队的战力 至少下降20% 这种问题 在人类文明中 也相当存在 所以 在古代战场 才有了主将死 副将代指的规矩 就是为了 不失去军队的核心 但是失去了主将之后 就算有副将代替上来 整支军队的战力 还是会受到不小的削弱 这代表着 萧羽的胜率 进一步增加了 这种问题 对萧羽来说 却不存在 因为萧羽的整支舰队 都在萧羽的 直接指挥之下 所以不存在指挥艺术 士气之类的问题 这是极限文明的一个优势 在旗舰被消灭 二十分钟之内 萧羽以自身 损失三千艘飞船的代价 消灭了对方 三百多艘飞船 战损笔 开始朝着 有利于萧羽的 一方发展 而在二十分钟之后 战损笔 又开始缓慢地提升 萧羽知道 这是卢卡文明 确立了新的主帅 战场之中 能量炮弹四处飞射 处处都是火光 处处都是残骸 萧羽在以灭敌一百 自损一千的方式 疯狂地展开着攻击 时间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萧羽的舰队 规模越来越小 最终 只剩下了一艘飞船 一艘 陷阱飞船 此时此刻 这艘陷阱飞船 已经伤痕累累 动力系统效率 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只能勉强以 一百公里每秒的速度移动 装甲上面 到处都是伤痕 纳米机器人 已经损耗完毕 这代表着 它再也无法修补 自身的伤口了 武器方面 氢弹储备 已经用完 核聚变反应 炉能级 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这代表着 它只能发射出 相当于 村级飞船等级的 能量炮弹来 就算如此 这艘破旧的 陷级飞船 依然在 汗不畏死地 展开攻击 萧羽操纵着它 靠近了一艘 能量护照 暗淡的村级飞船 在一发能量炮弹 击打在它身上之前 悍然自爆 带着这艘 村级飞船 以及其内部 数量不详的 路卡人 一道踏上了 黄泉路 这艘飞船的自爆 代表着 萧羽的天院C防线 全部陷落 失去了飞船力量 武装卫星的实现 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 战局报告 被萧羽总结了出来 在这一场 惊天之战中 萧羽 以六颗武装卫星 和两万艘飞船 包括两艘 世纪飞船在内的台价 消灭了 对方舰队 两千五百余艘飞船 其中 包括对方旗舰 总体来说 战绩 还算让萧羽满意 对方的五千艘飞船 已经战损一半 几方 却只战损了五分之一的力量 胜利的天平 在朝着萧羽一方倾斜 经过短暂的休整 在天院C处 获得了充足的能源补充之后 这两千五百艘飞船 开始朝着天院壁方线出发 而且气势汹汹 大有壮实一去 不复反的气势 看到路卡文明这样做 萧羽的心中 却疑惑了起来 为什么 他们应该很清楚 我的舰队实力 直到我有八万艘飞船 无数基地和太阳帆 在等着他们 他们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可为什么还在继续前进 他们还有什么后手 或者 隐藏的底牌 萧羽心中 隐隐地忧虑了起来 这种现象 不太符合成立 苦肉机 以两千五百艘中型 和小型飞船 以及一艘旗舰级飞船 为代价 如果是苦肉机的话 这个代价 未免太大了 但是付出越多 他们肯定就想得到更多 没有人 会去做赔本的买卖 一瞬间 有无数条推测 在小羽的脑海中闪过 一步变 应万变 增加天院B防线的实力 飞船数量增加至四万艘 加上小行星带的力量 和武装卫星 还有太阳帆的力量 这四万艘飞船 将可以完全消灭 现阶段实力的 鲁卡文明飞船 如果他们有什么杀手锏 就算这四万艘飞船全灭 我依然 还有后背力量 不会伤得我的根本 瞬间 小羽下定了决心 这个应对方法 可谓是万无一失 按照目前 鲁卡文明舰队 表现出的实力来算 如果他们不肯 爆出杀手锏 或者没有杀手锏 他们就会被 这四万艘飞船全灭 爆发出了杀手锏 最多 小羽这四万艘飞船 不要了 反正天院A处 还有四万艘 做好了一切布置 小羽开始在 天院B房仙处 静静地 等待着 鲁卡文明舰队的到来 安静的宇宙之中 两千五百余艘 散发着淡漠色光芒的飞船 在静静地前进着 前方 是无时无刻 不再散发出 巨量的光和热的天原寺 这一支舰队 就像是扑火的飞蛾一般 义无反顾地 朝着前方出发 在距离天院B房线 还有三千万公里 在还没有进入激光炮 和能量大炮射程的时候 这支孤独的舰队 就遭到了 小羽所布置下的 第一轮攻击 那是运行在 环绕天院四轨道上的 巨星太阳帆 足足有十三万态之多 这些太阳帆 并没有运行在 天院四星系的黄道面上 而是以和天院四星系黄道面 呈九十度角的方式 围绕着天院四的两极攻转 所以 这些太阳帆 不会受到天院四的折党 一共十三万态太阳帆 不管运行到了哪里 在每一个时刻 都可以对敌方目标 发出攻击 而且 因为采用恒星能的方式 这些太阳帆 不用顾及能量消耗 所以 在距离 陆克万民舰队 还有四亿公里的时候 这些太阳帆 就率先展开了空机 唯一力 虽然小了点 但是这些武器 是免费的 不用 白不用 一共十几万岛的 高能激光 被发射了出去 越过茫茫的太空 持续而不间断地 招射在了这些 墨绿色的飞船之上 这些高能激光 将不断地消耗 敌方飞船防护罩的能量 而且 会一直持续到 由一方文明 被消灭为止 他们就像是 一只只讨厌的文子 威力不大 却异常烦人 卢卡舰队 耗费了两天的时间 航行完了 这三亿公里的距离 慢慢旅程的尽头 是严阵以待的 小雨方面的 四万艘飞船 因为敌方舰队 没有了立场保护 所以小雨 再一次发出了 子弹洪流的攻击 这一次 一共有将近 七千万颗微型核弹 向着对方 轰击而去 小雨希望 这些微型核弹 可以消灭对方 五百艘以上的飞船 发射出 微型核弹之后 在双方相距 一千万公里的时候 激光武器 开始发动 就在激光武器 发动的时候 子弹洪流 也冲到了 卢卡舰队之前 又一场大战 很快 就要爆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